也是让我们内心可以说淒淒淹 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地方 也应该有所提醒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里面 父母亲养了好几位兄弟姊妹 但是当父母亲年老了 需要抚养的时候 这些兄弟姊妹去互提皮球 大家都不愿意愿意接纳父母亲来住 所以经常是用轮流的方式 在大哥这边住两个礼拜 在二哥那边住三个礼拜 就这样轮来轮去 各位我们想看看 如果是我们是父母 我们的子女是这个样子 我们想一想 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提出来 我们大家彼此的互相提醒 希望我们今天能够长大成人 都是父母亲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心血 所换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更应该要回馈父母亲 我们应该好好的来侍奉我们的父母亲 古人曾经说过 一位不孝子上天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 也就是不孝子上天是难容的 这个事情也可以说是有所耳闻 我们可以看看在当前社会环境当中里面 包括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都可以发现到有些不孝子 他所呈现出来的县世报 那这个县世报里面 在这边我就举一个例子 过去有一个叫做张继宝的一位张先生 他从小的时候 跟他的亲生父母相居住在一起 后来因为整个外在环境的变迁 后来跟他父母亲竟然离开了 离开以后 这个张继宝那时候年纪还小 后来被了一对非常善心的一对夫妇来领养 那这位夫妇他就非常用心的来照顾这个张继宝 视为己出 所以就用心的栽培他照顾他 后来这个张继宝 也因为某种因素 也跟他的养母也离开了 后来离开以后 他的养母就四处了 在找寻这个张继宝 后来好不容易被他们找到了 刚好这个张继宝 后来因为他考上了状元 所以就在京城里面 所以当他的生母 当他的养母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内心就非常高兴 就很快的就来到了张继宝的这个地方 后来打听之下 他是在一个 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住家里面 因为刚好当了状元 所以就很多的官差 好像在这个宫廷里面一样 所以他的养母好不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结果当找到这个张继宝之后 竟然张继宝不认这个养母 不认这个养母 不认他也就算了 竟然还找他的用人 把他的生母给轰出去 结果他的生母 一看到这种情况 内心非常非常的自责 结果一气之下 就一头撞死掉了 就撞到那个柱子 他的父母都同时就自杀了 结果自杀完以后 突然之间风云变射 雷电交叉 结果这个张继宝 就被一声狂一声 就被雷给打死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在早期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张继宝 他的一个忘恩父义 对他的养母养父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对待 所以上天所不拢 所以被雷给击毙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体会了解到 上天对于这些不孝的子女 所产生出来的 给予他限制报的情况 也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就是因为不孝而产生的 这样一个业力因果的循环 这个有一个例子 也值得我们借鉴 这个是在描述一位 叫做陈念山的一位先生 这个陈念山 他可以说生有一副非常凶恶的脸型 那他平常也可以说是无所事事 但是待人处事都是非常不讲理 也是非常残暴 那他的父亲可以说 是跟他相居住在一起 但是他对父亲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孝 那因为他的父亲生病了 有慧病 所以经常咳嗽不断 那这一位陈先生 他不但不会去安慰 甚至去照顾他的父亲 反而来诅咒他 你说这个老不死 为什么不赶快离开 这是非常严苛的这样一个字眼 来刺激他的父亲 但是他的父亲 他也是无可奈何 生了这样一个儿子 他内心也是非常难过 但是他却对这一位他的儿子讲 你这样对待否 虽然我不能够怎么样 但是你将来可能不会有好的一个报应 因为他的父亲深深知道 以后一定会有蛇伤扶咬的这个报应 结果过不了多久 一次这位陈念山就出外去准备去打猎 结果在打猎当中里面 竟然真的就是被一条蛇给咬伤了 咬伤以后糟糕了 就没有办法就继续打猎 反正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回来 后来就是因为他被咬了以后就流血 流了很多血 结果刚好在一个森林当中里面 又碰到一只拉虎 结果这个拉虎就把陈念山给咬死掉了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 对父亲的一个不孝 甚至用言语的苛责的这样一个指责 相信这个都是天地所不容 所以也因此他也这个陈先生 也得到应有的一个报应 蛇伤扶咬的一个现世报 所以这个也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 警惕我们身为子女者 应该要非常注意到 不可以忤逆自己的双亲 否则当受到非常严厉的 一个上天的谴责 而且在这个当中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不孝子 想要在整个社会当中里面 取得公民极地的话 恐怕也有他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不孝子 他所伤的是他个人的一个德性 更伤了天地的德性 所以无形之中 自然上天就会在他身上 降灾降解 绝对不可能让他能够 可以说达观险要 所以一个不孝子 他自然也很难得到公民利路一生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可以从当前的社会当中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很直接的借鉴 当然还有其他 整个不孝子上天所难容的一个事件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中里面 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去感受到 甚至去碰到 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一而再 再三地提醒自己 所以我们经常从过去 圣贤先佛的这些教诲当中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 身为子女者 应该进孝涕之道 因为孝涕之道 是为人处事最根本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 尽孝的时候他必然受穷 必然一定会得到灾结 甚至会穷受一辈子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 上天也可以说是 有没有糟糕的 我可以不认为 像进孝涕之道